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 截至目前全国110项 载舰重大水利工程 已有93项复工 涉及26个省份 复工率达到84.5% 这两天 位于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尹硕寄疗工程 二号隧洞施工现场 技术人员正在加班加点 对全断面应沿隧道绝境机 做着绝境前的最后调试 这台绝境机投入使用后 预计月均绝境速度可达600米 去年11月刚刚开工建设的 尹硕寄疗工程 是国家172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也是迄今为止 内蒙古最大规模的 水利工程项目 工程2023年竣工后 将有效缓解内蒙古东部 西辽河流域严重缺水状况 受高寒气候和疫情影响 工程进展一度迟缓 进入3月以来 工程指挥部在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制定了反港复工周期性计划 强力推进工程项目 由局部复工转为全面建设 截至目前10个标段中 具备复工的34个作业面 已经全部复工建设 想进一步强化防疫措施 精心组织施工生产 确保2020年投资计划顺利完成 据水利部统计 近期随着内蒙古引措寄疗 青海黄藏寺水利枢纽 云南滇中饮水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先后恢复正常生产 截止到今天 全国在建重大水利工程返港人员 达7.5万人 约占应到港人数的80% 除东北西北地区 部分工程因气候条件限制外 力争三月底前 全部在建项目复工达到100项以上 官员